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什么身份 以那个就是我们聊聊台湾那个广播的乱象 OK那我可以去 或者是台湾这一票广播就被我搞了 不是聊最受欢迎主播你都可以聊对不对 没有因为那是那是听众朋友就是每天在那边拍林丽婷的那个照片 你知道一定是有一个主播要林丽婷 然后我就觉得他那种感觉好像是 他好美他好棒他会流口水的那种 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现象太有趣我就聊嘛 对啊 好你现在还是有在依然进行广播DJ的这个工作 暂时是请假的状态啦 就是特殊状况才特殊案例才会找我回去 是是是 对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其实有两个主持人 这样子 大家负责的不一样 但只要遇到娱乐圈的就是发片的歌手的 另外一个主持人就不会访就一定要我回去访 那那娱乐圈那太需要你的这样的专业去访嘛 对不对 干嘛干嘛笑这么不自然 是啊你是有专业 而且你广播资历很久啊你学长 对不对 对对对我18年高二开始做广播 你高二就开始做广播 对对 以前是演讲比赛跟那个朗读比赛的选手嘛 然后刚好遇到台湾第一波广播频道开放的时候 就有很多小型的社区型电台 对对对 那时候排刚开放的时候 对对 然后他们就找了很多这种不用钱的学生去主持节目 就一个校园类的一个代状 那我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从那边就开始做 然后在那个时候在彰化还算红 就是在电台里面是听众来信量很多 我有听说你在中部还蛮有威力的这样子 我想真的假的 我觉得你知道像很多人都很羡慕像我们这种DJ 就说你看全场都可以听到什么 我觉得我跟你讲 其实你知道真的走到各地方去 你会发现 你知道地方电台那一DJ的威力比我大十倍 没没没 你知道好可怕 你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吗 我忘了耶 我们有一年一起去上麻辣天后宫 真的对 那一年你代表的是中广 然后我代表是一个南部的电台 那时候我们开玩笑多羡慕你啊 是全国性的耶 我们只有地区性 而且我们还会收到黑道大哥的邀请 有没有讲这一段这样 然后然后那个 不是你也不用羡慕像我们 你看你知道 你知道现在现在就来来我们这种电台 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就也这样子嘛 就也这样嘛 开玩笑来中广是多棒的一件事情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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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欲取努力好不好 欲取努力 全被 第二个就是我跟你讲 主持人访问主持人 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主持人的那个思考逻辑啊 或者是有些什么讲话话术 你其实也都知道 所以很容易被你抓包 譬如说一些小毛病啊 小语病啊那一些的 我这好怕啊 不会耶 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开始上通告 我就是 有没有觉得很爽 就是不用想问题啊 对 不用吼气氛啊 对不对 这不要脸的家伙 被你发现 把我吼一下气氛会死 OK 好 不过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际遇算得上是 你很 一直以来都想要有的一个际遇 就是歌手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一直很爱唱歌 从小时候就这样 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是非常爱唱歌 爱讲话的人 那爱讲话这个部分 18年以来已经被满足了 就是经常可以在节目上 那个唱所欲言 可是可是我觉得 你不至于像我这种胡言乱语的 我觉得就是你会hold住 你当然其实是有感性的 然后或是有情感的在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你不至于像是我那么 真的到胡言乱语的境界 我会呀 你忘记有一次我喝醉来 call in的节目进来 对 然后跟你说 我是你学长 你记得我吗 用威胁性的口吻 call in进来这样子 然后因为像我们都会听 这个人的口吻 太过于专业 我就会觉得怪怪的 然后通常我都会附加问一提 你在做什么行业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私底下 就是那会 会那个电话会接出去 然后再问他你是干嘛的这样子 对啊结果后来 哦天哪 同意 你知道那种感觉 多不自在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坐在你前面让你很不自在 对不起我抓你 加长行的给我来一点 夜用加长行 OK好 我其实真的要恭喜啦 我觉得多年以来的梦 当然其实要实现它会经过很多的波折跟困难 那你知道追求梦想总是这个样子 但是总算是你知道 它就活生生血淋淋地站在你面前的很好啊 是不是 就一张专辑就这样站在你面前 对不对 对 当下看到成品出来的时候应该有落泪吧 有 因为我其实看打样的时候就掉眼泪 真的假的 我多爱哭啊 开玩笑 你哭点很低是不是 我哭点很低 然后我也经常把来宾搞得哭点很低 陪我一起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 所以人家叫我催泪DJ啊 你知道那舞台上铁蒸蒸的汗子 你爱哭是不是 我很爱哭耶 你知道那个范范 范范都私底下叫我爱哭鬼 范韦琪 范韦琪 这个不好弄哭的人 不是不是 他没有哭 但是他看到我 他都会叫我爱哭鬼 真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去看阿妹的演唱会 然后我哭到不行 整个哭到hold不住 他还把我拍下来 然后黑人哥把我放到他的脸书上面去 范范拿去给阿妹看 阿妹看了以后非常开心 笑得得意的不得了 等一下 你该不会阿妹在唱快歌的时候你也哭吧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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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种人吗 一边掉水泪北跟着哭啊 一边跟着跳啊 乐趣在哪里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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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人家就在唱快歌不是吗 不是 是因为 她前面唱到某些歌的时候 就已经把我的哭点勾起来 哦 然后那时候又刚好遇到我阿公刚过世没多久 哦 所以你知道光是听到她唱那个 我最親愛的 你知道就不行啦 那的確很催淚 對啊 所以你是那個雪龍頭一開 就很難關掉的那一種人 對 所以你千萬今天不要把我搞哭 你覺得 你覺得這種氣不會把你搞 那你也太不真氣了吧 沒有其實 我講真的 我今天晚上特別high 因為我很怕 這麼晚的時間 聽我的歌大家會睡著 所以我一定要讓大家刺激一點 沒有我覺得 就是你知道 你們都會覺得說 播這種歌 到我們節目很害怕 就是大家會睡著 會沒有 真的嗎 因為你走了就不是無曲風的 你走的就是 你就是一個民謠歌手 你就是一個情歌手 這一張是這樣 對啊 所以說 協議裡面有一些電影的因子存在 是不是 有在考慮下一張走南白 加油 加油 好不好 加油 金色小短褲好不好 雨倫 好不好 我怕大家看的會吐 倒也不至於 你身材算ho的很好 就是瘦瘦的啦 沒有很好 沒有很好 我跟你講你這種人就跟 就跟吳劍很一樣 我就氣你們這種人 就到這種歲數還這個樣子 一點肚子都沒有 但今天我們要聊的是歌 好不好 OK 好 這是雨倫的首張個人迷你專輯 那雖然說呢是迷你專輯 可是是真的 他長久以來一個歌手夢的實現 自然而然對待這張專輯 會非常非常的認真 每一個細節 然後在錄音室配唱的每一個感動 我相信你都非常的深刻 對 現在我們聽的這首歌其實就是我這一次錄最久的 職業病有沒有 忙自己介紹 請說請說請說 這首歌 這首歌真的是我整張專輯錄最久的 因為這首歌很特別是詞是我寫的 可是曲是別人寫的 唯一的一首別人寫 普曲我填詞的作品 那講的又是說 因為其實是在我突然失去阿公以後 我開始思考 萬一有一天那個走的人是我 我要用什麼心情去面對我身邊的家人 我愛的人 所以才會寫了這首沉默天使的守候 所以阿公過世這件事情 其實對你整個人生有很大的一個轉折 包括觀念 包括你對待人生的態度是不是 包含我會有這張專輯 都是因為阿公過世 所以我寫了我這輩子的第一首創作 也收錄在裡面 是是是 然後第二首歌就是寫給阿嬤 這是後面才寫的歌 OK OK 但這首歌讓我錄最久 因為那個深刻的感情 然後別人的曲子 所以你要詮釋的時候 我覺得跟那種詞曲都自己寫的歌 詮釋起來會更難 了解了解 你比較難 你要真的唱進去其實很難 是不容易的 對 對不對 所以這首歌我印象中是錄了大概快12個小時 我們分兩次錄 天啊 12個小時很 而且我告訴你喔 第一次錄了五個小時以後 製作人跟你說 你今天不行了 你再怎麼唱都不會達到我的標準 這個版本拿回去聽 下禮拜再錄 下禮拜啊 為什麼要隔這麼久對不對 很踹欸 是是是 特別你又是第一次進錄音室 然後錄專輯唱片 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你沒有準備好不要來浪費我的時間 幹嘛這樣 大家的朋友不好嗎 他現在可能在收音機旁聽節目 好 先來把這首歌聽完好 等一下再來跟你講好不好 這首歌就叫做 沉默天使的首號 星 bes 跟她 напоминаな 什麼 我卻在無法在你左右 未来很久 抱歉我要先走 飞在天堂 我化作天使 默默守候 你是这一辈子 我不可能放弃的幸福 而我却留不住 幸福守候 只此只守到老 负贬的承诺 我却再无法改变什么 未来很久 抱歉我要先走 飞在天堂 我化作天使 默默守候 飞在天堂 我化作天使 默默守候 默默守候 我知道 感觉的出来 感觉出来 我的心情 可是我讲真的 我真的觉得 这里真的是我最近上过所有的节目里面 我最放得开的一个节目 有意思啊 不知道 别的节目就是会比较正经的 聊音乐 然后讲后面的故事 然后我哭点很低啊 所以我常常都会哭啊 你到底会聊到什么点 我现在好好情 到底聊到什么点会哭啦 你现在想找我的哭点就对了 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而已这样 没有耶 我 我来检验一下 就你的哭点到底有多无聊 不是 就是有多么有多么真情 好好好 请说请说 聊到家人我就会掉眼泪啊 这当然会啦 可是我聊到家人我会 我会尽量hold住 我现在也会 但我觉得上节目不会很轻松 很easy 对 因为我节目也不会让你哭啊 不会啊 我知道一定不会啊 对啊 那就开心就好啦 对啊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等一下 所以你上其他节目 都是有抱着一点点戒心 就是说他们会问到我什么东西 我可能会哭 要稍微有一点点警戒 其实没有耶 没有 因为那个警戒是指说 要hold住的那种警戒这样 尽量不让自己情绪会大崩溃这样 对对对 一定要的啊 诶 主持人的训练这么久 其实你都还是会很轻易的让 譬如像我们久而久之会 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有一次吴剑恒大失控 吓一跳你知道吗 想不到吴剑恒失控 想不到诶 诶 四五年前他的生日 然后就在应该就是在他的节目当中 他现在应该在听哦 因为他刚离开 我还有跟他拍照哦 哈哈哈哈 好了你讲你讲 他应该现在在洗澡 哈哈哈哈 好有画面这样 然后他就整个在录音室 不晓得聊到什么东西 因为你知道剑恒哥 他就形象很好 对 然后他就整个人 平常就是那种 什么东西都感觉 好像打不倒他那种感觉 对啊 对 就是那种平常心 啊我是大好人什么等等之类 他那一天不晓得聊到什么点 就突然崩溃你知道吗 而且是已经崩溃到 不能主持节目的那一种 天啊 那你知道生日嘛 然后可能就有他的好朋友 在在旁边这样子 那一天是他好朋友 帮他把整个节目hold完了 然后我要来接他的节目 这样 然后我们就好 帮我们一起先hold住 这样子 他就说 我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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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得知识我在讲什么吗 原来就是他那天的感觉 对 所以我就觉得主持人 其实要失控是 情绪要失控 会不太容易 对 对 可是我就很怪啊 我就是那种 很感性的主持人 反正我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我还蛮容易把来宾弄哭的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看 因为 因为 我觉得 有时候访人的时候 你真的同理心很重要 对 你的情绪颇动 要跟着他一起走 然后让他觉得说 你是个可信任的主持人 对不对 他就会把很多内心话 都掏出来给你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 当然其实是 是我们制造情绪的一种方式 可是有些故事 真的会让主持人 自己本身也很感动 好吧 那就跟他一起哭吧 你知道那种感觉 爽不爽啊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感觉 有点像制作人跟歌手 有点像 有点像 你想讲的是 我整制作人的老 的女朋友这件事情吗 没有 我自己拱出来 可见豆子让我很放心 真爽 好所以说 制作人对你是很严厉是不是 他其实没有到很严厉啦 可是我觉得因为 总是音乐人嘛 会有一些他的坚持 他就会觉得 那很好啊 你来录音之前 要先做好功课 可是有时候我们 可是你不是会做功课的人吗 我会做功课啊 但是有时候我做的功课 跟他理解的不太一样啊 哦 就是我们对于歌曲 那个理解不太一样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跟我 其实那是做一点沟通 我们要把彼此对这首歌 共同的感觉聊出来 然后才朝那个方向去做 第一次真的进录音室 做自己的专辑 这件事情压力会不会很大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超级大 你知道我 我整个专辑完成前的 那我做了半年多嘛 我那半年多几乎每天都睡不好 就是 出专辑这件事 如果变成人的压力的话 你们干嘛还要出呢 我的意思就是 你当初会不会有一点点 这种感觉这样子 我觉得有一种 自虐的快感 讲到后来还是这样 要不要出 还是出啊 你知道那种感觉 对 人家问你说 你到底爱不爱唱歌 爱啊 爱那就做啊 好做 对 那可是到了 有时候到录音室里面 就是又 因为不是每一个观点 都跟制作人一样 你知道 你又觉得很受伤 对不对 就是你 你跟他不一样的时候 你必须要能说服他 也有他说服你的时候吧 大部分是他说服我 因为 我觉得这其实是好的 因为我之前参加 歌唱比赛的时候 就发现 我其实对唱歌 有很多的盲点 就是我一直以来爱唱歌 可是 而且表演跟在录音室唱歌 又是两回事 对不对 对 所以说 有很多的困难 要去克服他 在录音室里面 配唱的时候 对 你应该比较 因为经过了 选秀节目的那一关之后 你应该其实 会对于 现场演出这件事情 会稍微在行一些了吧 对不对 就比起你在录音室配唱的话 好很多 我以前 我记得我常主持婚礼 然后人家就会说 你不是也会唱歌 唱一两首啊 在台上会痞痞穿那种 然后词永远不记得 就是一上 要唱歌就脑袋一片空白 真的假的 那你要我主持 被主持搞啊 哦好好好 随便下个礼拜的活动预告 瞄一眼 我就可以讲完 哈哈哈哈 比方说 诶果然天生是吃主持人这一行 不知道为什么 我记得我那时候 好像前一两个广播的通告吧 哦好好好 然后我的宣传就把我那个活动讯息 就都给我 就一张纸推过来 是是是 看了一下 我就瞄了一下 我就巴拉巴拉把活动讲完 你这么厉害哦 我天哪 就是对于这种东西 我背得很快 嗯好好 忘得也很快 是是是是 对对对 就当下 当下的那一个 就是需要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就会把自己强迫要记起来 对对 够用 所以我常被他讲说 你应该去当购物专家 你有想过吗 我有想过哎 只有后来 为什么没有去 因为我还是比较想唱歌 好执着的学长 我们的楷模 典范 标杆 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这个过程其实是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那个能力 就是你有好歌喉 可是真的进录音室之后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有没有本钱做歌手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其实每一个过程的训练 都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 人生的一个挑战 就之前 maybe会对自己 这一方面的能力 会有一些些质疑 特别是在配唱那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成品也做好了 然后也有不错的口碑 然后甚至于 其实在人生的路上 遇到很多很多的 伯乐知己等等之类 我觉得这都是出专辑之后 然后才见识到的事情 这又是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对 对呀 好幸福哦你 我来出张专辑好了 好不好 好我帮你出 倒是不用 没有 可是我一定要讲一下 我有一个伯乐 他上过你的节目 而且他现在啊 刚刚我来上节目之前 他还传讯息给我 他说他们整个公司 都在听豆子的 Midnight U and Me 压力好大 谁 哦豆子的老王 老王哦 你知道吗 我能有这张专辑 是因为老王 你刚才头上针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他真的 我跟你讲 我跟老王才第二次见面 我一开始以为我遇到金光党 因为你知道 人家长得是有多像金光党啦 他长得很善良 但是 第二次见面还不是很熟 他听完我两首创作 给阿公的跟给阿嬷的歌以后 他就说 你想要 把这两首歌发行吗 我给你50万 你会不会觉得遇到金光党 他自己这样问你哦 他就直接讲说 我出50万 我说嗯 真的假的 然后又惊又喜 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你也不知道可不可信任啦 对 然后就这样子 他就考验了我一个月 哦 一个多月 然后我们经常开会 他跟我说 那如果我真的给你50万 你有什么规划 你的计划是什么 哦 怎么发片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后面要怎么行销 什么的 是是是 他通通都要问你 然后你就要做 整个企划案给他 哦 然后到最后 终于在他生日 一月份的时候 拿到那第一笔50万 然后我就开始 努力的去做这张专业 是是是 有人对你有期待了 对 然后你其实一开始想说 真的吗 第二次见面耶 我跟你真的没有很熟耶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 后来发现 他真的就是一个 这么真诚的人 他 对 以他经营公司的那个理念 对 他觉得 当然其实品质是基本要求 对 对 对 然后再过来 他觉得说 人情味这件事情 是用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 对 所以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其实 有些时候还蛮像性情中人的 对不对 就是 你知道 他哭点也很低啊 你知道他来我记者会 都哭到不行 我才一讲到他 我就说 王大 那个黑豆嗓的老王 王大哥 他就哭着走出来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好不好 他上演节目也哭吗 所以 我现在不走这个路线 你知道 就那一天 那一天他 可能那时候是他人生低潮啦 对啊 那个时候他哭点也很低 对不对 你们都性情中人啊 对不对 对我就觉得像 像你们这样也不错 你知道 就情绪适时的有个抒发 我们就事先 他的那个工作人员 跟我就在聊天啊 然后就说 你可不可以在豆子节目上 call out给王大哥 这样子哦 然后就说 他应该会直接在节目上哭 那是宇伦 那是豆子 我没有他电话 你那么觉得 好啊 你感觉有没有 我有 不是 我觉得他现在在修行军旁 应该已经在哭了 跟你讲 他哭点也很低 他真的是一个性情中人 很感性 然后每一次你都觉得 他已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了 他还觉得他欠你 你知道吗 好怪的一个人哦 对对对 可是是好人啦 对好爱为别人付出哦 那是他人生的成就感 也许是 就好像你服务这么多听众 或是你出了这张专辑唱片之后 你听到有一些人 被你的歌声打动 那你就觉得说 当然其实 对啊 这个销售量 它也是一个care的点嘛 对不对 可是在销售量的那个数字之外 你觉得能够感动到别人 然后他们的情绪 跟着你一起走 那应该也是一个 很大的成就感 很开心 对不对 对OK 好 在这张专辑里面呢 其实总共有六首歌 那其中有一首歌 稍微轻快一点点 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 对 对不对 孩子气 你是个孩子 你不孩子气啊 我很孩子气啊 你们不觉得我今天进来 跟你整个对话就很孩子气 你看一下旁边我的宣传 是是是 你说肚子很大 那个341的宣传 对不对 对不对 发生什么事了 比中指的意思是 蔡先生 是你说中了 对 这一点大家还蛮幼稚的 对 对所以我其实 他应该没有看过我这个样子啊 真的哦 他从以前还在 唱片公司工作 带歌手 上我节目的时候 就没有看过我这个样子 我今天真的是完全大解放 宇伦哥对不起 啊 没有没有 因为我觉得既然来到豆子哥的节目 我们就要融入 入境随俗 等一下 我先把工商服务进完 等一下我们来好好听歌 没问题 好稍微回来 我先跟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 是请说 因为刚才我们太多于 太过于多话的关系 所以说我还要再进一段广告 哈哈哈哈 你可以原谅我吗 没问题 我等一下补偿 我等一下补偿你好不好 你让我陪你到三点 我就什么都好 哈哈哈哈 提出要求了 没有啦 开玩笑 哎呀 稍微来稍微 哇 很多的心事 藏在心里 怕写了地 他们说男生 要有好的条件 女生才会爱你 但是我拿什么 跟别人比 我只能害自己的 求你 请你和我在一起 让我为你写歌曲 简单爱容易懂 单纯不是一种错 你总是说我太害自己 无法明白女人的心 但是你可知道我已爱上你 只是将爱一圈藏在心底 你总是说我太害自己 从没有一刻的证据 希望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爱你 相亲相爱 相亲相爱 心心相依 其实我也有很多的心事 藏在心里怕写了地 他们说男生 他们说男生 要有好的条件 女生才会爱你 但是我拿什么 跟别人比 我只能害自己的 求你 请你和我在一起 让我为你写歌曲 简单爱容易懂 单纯不是一种错 你不思认 偿 你不思认 突然 才会 全部